晚上的五点钟 来了一位大姐 我问她要吃什么菜 大姐点名就要不辣的鸭翅膀 这时候我看了一下 盘子上面已经空了 老板娘赶紧将不辣的鸭翅膀拿过来 所以说我大姐问到鸭翅膀多少钱一个 还是原来的价格三块钱一个 大姐这时候递过来二十块钱 让我给他拿六个鸭翅膀 并且说了不用找钱了 怕点把我搞糊涂了 六个鸭翅膀只能说十八块钱 为什么给我二十呢 原来是大姐前段时间从这里买菜 少给了两元钱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何必再提呢 这位大姐特别的执拗 非得要把两块钱给补上 她每天在家带小孩 根本没有时间出来买菜 今天特意触控出来 顺便将之前少的两元钱给补上 大姐的这种行为让我非常的感动 说实话 是哪天少的 我都忘记了 没想到大姐还记得这么清楚 大姐今天过来买点鸭翅膀 也是留给她小孩吃的 不知不觉间 鸭翅膀已经剁完 大姐再一次将二十块钱递了过来 我说要不就算了 本来我都忘记了 大姐飞不上我找鸣 这时候我只能拿几块鸭肝放在里面 也算都是一种礼上往来吧 非常感谢大姐的再一次光临 在您的身边也有大姐这样直溜的人吗 欢迎各位评论留言 不知不觉间 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七点半 拿上了鸭翅膀还剩几个 猪头肉已经卖完 还剩了两个鸭翅膀 两个猪蹄 一个耳朵 一个捆蹄 还剩点麻辣的 这时候老板娘正在收摊 等一会将卫生做一下 我们就可以走了 在这个美美的广传舞音乐声中 结束我们今天一天的工作 出了白国要回家数钱了